原标题 他拥有傲人身材 如今却被传译于正娱乐圈 不缺高颜值美女 但提到好性感 能被观众立马说出口的 屈指刻数 柳妍 张鱼体 王李丹妮 张新宇等 拥有好的身材 纵然让人羡慕 但有时好的身材 他又像一把双刃剪 无形当中对演员们 也产生一种负面影响 典型案例 王李丹妮 他的傲人身材有目共睹 但也是因为身材太好 所以被网友过度解读 他因曾出演一路相机 被大家所熟知 可是之后 不管再出演什么角色 都始终摘不掉性感的标签 这种无形的压力 一度把王李丹妮压得喘不过气 王李丹妮在某节目中 自爆曾患上抑郁症 长期靠药物治疗 现实中的王李丹妮一直都很低调 努力拍戏沉淀演技 先后出演了《光的棍》 《山逸的就钢琴》 《百变爱人》等众多影视作品 近日 王李丹妮参演的 《现代都市话题性反转》 《剧人间规则》 在爱戏一热播 他饰演的女强人 类似虎之性 贵致 得到很多网友的一致好评 正值上升期的王李丹妮 最近又被传出得了抑郁症此事 还未得到王李丹妮方回应 但是还是被细心的网友看出了端倪 去王李丹妮约会女性友人 在餐厅被拍痛哭之后 又有网友爆料出12月5号 王李丹妮一夜之间清空微薄 众网友纷纷猜测 很有可能此次被传王李丹妮 抑郁症复发的事情被石垂 演一圈抑郁症先例数不胜数 最近爱的哥哥张国荣 仙女南杰军等都难逃此劫 让人心痛 虽然上天给了王李丹妮好身材